封建者株立在原地 勾搂的身躯看起来是一个受骨临巡的老者 从模样上看 完全无法将他和强者相互联系 剑书化作了道道残影 闪略出现在了封建者的面前 只见半空之中 三把长刀从四面八方毫无破绽地 朝着封建者呼啸而来 一道金铁撞击的声音响彻开来 可封建者并未出手 只是从他身后的剑侠之中 掠出了三柄长剑 奥斯各有零一般 挡下了剑书的攻击 攻击被挡下的剑书并没有放弃 身形导人一转 继续改变方向 朝着封建者攻击而来 剑书急速地挥舞着手中的长刀 特别是右手之上的邪刃 散发着森森邪气 威力不知比和硝烟战斗时 强悍了多少倍 可奈何现在面对的不再是硝烟 而是这个曾和他师尊一个时代的剑道大师 封建者 剑书疯狂的攻击 以求突破面前这三柄长剑的阻挡 虽然他是女子 但眼中的力气浓郁的就像是一头暴力的凶兽 虽然硝烟也手染无数鲜血 可这并不是吐露过多少人才有的气势 反之 这股力气是来自于他的灵魂 仿佛他时刻将自己的灵魂置于血潭之中 骨子里就散发着这种圣人的力气 剑书眼神狠辣 怒喝一声 三把长刀一同呼啸而出 形成了一道极端伶俐的十字刀气斩 这一极竟是生生地将挡住剑书的三柄长剑给弹开 而后便是朝着封剑者席卷而去 不错不错 难怪黄三甲被你给斩了 在力气上 你的确要比黄三甲都更生一筹 封剑者难难道 面对剑书呼啸而来的攻击 那似乎依旧没有要出手的意思 下一瞬 这先剑书十字刀气 距离封剑者身躯不到半笔距离的时候 红染剑便是直接崩散 定睛去看的时候 这才发现 封剑者的四周一圈若隐若现剑 覆盖着一层剑影 耿破老夫这三剑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老夫就亲自出手 收你性命 封剑者身行勾楼 话音一落之计 神圣的剑意陡然爆发 一剑可搬山 一剑可倒海 剑来 周遭所有身行只要是用剑者 或者纳戒之中存有常剑者 竟皆是不受控制 从纳戒之中尽数飞出 请客便是看到 半空之上浩浩荡荡 遮天蔽日 剑书身行猛然一致 他银牙一咬 艰难地抬起头来 看着半空中密密麻麻的常剑 心中亥然 逢剑者手指上挑 然后落下 所有常剑 请客见 便是朝着剑书席选而去 剑书顿时大惊失色 这一刻 他已然是绝境 剑书只得是燃烧了自己的生命 以及将所有炎气底蕴 都完全爆发 疯狂地挥舞着手中的长刀 任何斗技在这一刻下 都显得是那般苍白无力 毕竟这是来自实力上的碾压 显然 封剑者已经不再拘泥于元气底蕴 他的剑道已经大成 仅凭剑道就已经相当恐怖 面对着漫天剑雨呼啸 剑书只能疯狂地抵御 可奈何常见的数量太多太多 即便剑书一开始 还能勉强抵御 可这些常见 仿佛瞬间拥有了灵智一般 盘旋中便是持续朝着剑书攻击而去 所有目光汇聚于此 众人在这种程度的战斗下 也都是感到无比骇然 而在后方盘坐的五镇 早就是眼眸缩成了针眼般大小 就连瞳孔都在颤立着 无数的常见呼啸 剑书身上的内下 已经完全被割离 身上鲜血淋漓 满目疮痍的伤口 虽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 可还没有完全恢复 又再度被割伤 整个剑雨开始变得星红 剑书就这样 一刀一刀 将那些飞来的长剑 给生生斩断 即使他浑身是血 但他依旧没有倒下 已炙香过后 剑雨已经减少了 所有的长剑 都被剑书生生斩断 他身形搭拉着 好似已经筋疲力尽 浑身被鲜血完全染红 他缓缓地抬起了头 露出一个冷笑 封剑者 就只有这般斤凉吗 剑书沙哑开口 此刻的剑书看起来 就像是一个疯子 剑书话音已落 这一次 封剑者终于出手了 手掌一抬 手中短剑横空一盏 整个空间连同剑书 凌厉的剑光一闪而过 直接被分割成了两半 剑书一口鲜血喷出 依赖斗神的实力 他并没有立刻死去 磅礴的生机 依旧让他被切割成两半的身体 斗断丝连 小王 结束了 封剑者至始至终 都没有真正的出手 唯有这最后漫不经心的一剑 方才是他真正的力量 生死何去 若我转世 定会刻骨铭心 待日后 定会再来找你 我定要用我的刀 剩你的剑 剑书三人一笑 已经做好了死亡的觉悟 我等你 封剑者难难道 受完 他便再度抬手 这一剑挥书 剑书必死无疑 前辈且慢 就在这时 站在远端观战的硝烟 知晓这场战斗已经结束了 看着剑书 他陷入了两难抉择 剑书实力很强 若是就这么战死 实在太过可惜 毕竟杀一个 神兴世界的强者就少一个 大战来临在即 给予神兮的时间已然不多 若是能劝导一反 成为硝烟麾下 岂不更好 嗯 你不想杀他了 冯剑者疑惑道 不是我不杀他 只是神兮还需要他 给我一炷香的时间 若他能明悟可活 若执迷不悟 那就当死 萧炎身形靠近 静止来到了剑书身前 这就是尊上的转世吗 只敢躲在他人身后 剑书便是到了这个时候 依旧不曾嘴软 萧炎看着浑身血泼的剑书 不管是身上的衣服 还是手中的长剑 都在不断地滴落着鲜血 据我所知 你有一个妹们 对吗 萧炎没有理会剑书的讥讽 而是看着他平淡开口 剑书猛地一抬头 目光顿时凶狠地看向了萧炎 放心 我不会杀他 但我想告诉你 我们所在的世界 或许会遭遇一场灭顶之战 身为神兮强者 我不求你为神兮一战 只求你 为自己家人一战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享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